前段时间宁波向山交警在城区开展酒驾检查时 发现一辆小轿车的驾驶员张某有酒驾嫌疑 于是要求其配合检查 没想到张某居然一点都不配合 面对交警检查张某情绪激动 根本不愿配合吹气酒精检测 一个热心的过路人过来劝说 张某才同意跟交警去抽鞋检验 起先还说的振振有词的张某 可到了医院之后却开始甩赖 不愿配合检查 还胡搅蛮缠 最后经过血液检测 张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 每百毫升225毫克 达到醉酒标准近三倍 随后民警将张某带回警队刘志士行酒 可是在刘志士内张某发起了酒疯 是怪我们 关心我们关心 我们叫你举合了开车 我们关心 我们叫 我们干什么的 我们叫 我们叫 我们叫我 我怎么愿意 我们不是每个五次的吗 那你可以叫大家 大家 大家不要钱 大家是不是就不要钱 初准完成到刘志士 整个我们执法过程 张某表情都极不配合 一会儿在那边对我们民警 大喊大叫 一会儿有情绪失控 自己在那边哭 我估计也是因为酒精的作用 最终张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而且驾驶证被吊销 五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 记者王延渊编辑报道 新闻已被婚入包装 白费